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9月2号 这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 胡指挥 还有胡锡进老师 今天这个胡适走势 可以说叫牛适二日游 你也可以说叫牛适两月游 这个牛适的跨度 横跨8月份和9月份 你要算交易日呢 那就两个交易日 就是三周五和今天 三周五是大涨 有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 有说牛适来了 闻到牛味到了 新鲜的牛屎味道 今天呢这个牛啊 就摔了一跤 这个最气氛的啊 是这个胡指啊 他上一次涨 他没涨多少 只涨了0.5% 他跌他今天跌1% 不仅把那个月的啊 就是上一个交易日的 这个涨幅给抹掉了 完了还搭了一点 这买一松一啊 深圳还有创业 这两个指数呢 可以说把上个交易日的 正好抹掉 当然呢 抹掉了也是高高的啊 成交量也是萎缩啊 上个交易日好像是8000多亿 这个交易日只有 7000亿出头 800家上涨 4300多家带涨 这里面啊 这个白酒股啊 彻底的崩塌 整个板块跌幅超4% 大家要知道啊 马上中秋节了 一般的这个时候 消费股啊 他会趁机谈一下 尤其是白酒 但是这个时候白酒 居然是崩盘走势 也就是说 大家根本就不看好 这个消费 先知先觉的资金啊 趁着反弹跑了 最近 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 龙头城市啊 这个餐饮业的数据啊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所以说 这个消费啊 大家都心里有数 都有预期 知道这个消费 它已经不是降级 而是消费 所以这个资本啊 他也就不指望着 这个白酒啊 这块中秋节能够走一步 反而大家都利用 这个机会赶紧出货 前两天咱们节目里面说啊 这个周四周五 胡适这个微盘股啊 大涨 大家趁机啊 要卖掉 对吧 这每次反弹 都是给你一个 绝佳的逃命机会 周四周五 那个小盘股啊 有的涨得还不错 对吧 如果你不卖掉 不及时止损 你看看 今天你又坐了一回电梯 我一直说啊 现在不存在牛市的基础 不要一反弹 就是牛市 反弹是给你逃命的机会 跟着目前这个现状看啊 因为这个护职啊 也就是胡适静老师的标的物 胡适静老师 他的这个对照的指标 就是护职跌了1.7% 所以说今天 胡适静老师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啊 8月份的啊 多收了三五斗 这个恐怕一次啊 全还回去 胡适静老师的亏损啊 恐怕已经接近20%了 今天啊 是广大金融消费者 损失胡适静老师 第N天呢 没了胡适静老师做参考 大家还有印象吧 就是胡适静老师 是一护职做参考 然后广大的金融消费者呢 是一胡适静老师做参考 这么对比 哎 才有意义 他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做的比较差 如果没有了胡适静老师呢 广大的金融消费者 直接给拿这个护职啊 做参考 这感觉也行 但是呢 这是少了一些快乐的空气啊 有网友调侃啊 说啊 人和人的差距 就是啊 你在玩黑话 黑神话悟空 胡适静老师在玩 黑股市亏空 由于今天啊 这个护士啊 跌得太厉害 所以这个国家都又出手了 狂拉这个银行板块 但是啊 已经无济于事啊 因为现在金融消费者都已经惊了 根本就不听劝 跑起来比谁都快 比谁都坚决啊 周末我已经说过了 上周的反弹 就是小作文导致的 本周末呢 就到现在为止啊 也没有见到有关部门出来澄清 也就是对那个38万亿 存量安接贷款 一下调这个事情 到底有还是没有 还有朦朦胧胧的很多利好 对吧 都是外媒传的 没有人回应 所以啊 今天来个暴跌 但是国家队啊 那关键时候要出手啊 根据这个新浪财经的报道啊 他说国家队的另一只重要代表 叫中央汇金资产 今年上半年动作频频 现身九只股票ETF的 前十大持有人名单之中 合计持有份额 达54.54亿份 期末持仓市值为116.77亿元 截至六月末 中央汇金资产 持有前五大中餐ETF 分别是加石沪生300ETF 华泰百瑞沪生300ETF 义方达深圳100ETF 惠天赋中正800ETF 其中加石沪生和华泰百瑞沪生 市值均超过20亿元 整体来看中央汇金投资和中央汇金资产 今年上半年持有的股票ETF市值合计达到了5838亿元 相比去年底1176.95亿元 大幅增长4662亿元 什么意思呢 跟去年年底下比较 也就是说这一轮旧市国家队真金白银拿了4661亿元 当然了 这个现金不一定是这么多 因为他是买了这么多份额 市值增长了这么多 那我们估测一下 就是国家队拿出现金 恐怕不低于3000亿 这个是真金白银的旧市 但是旧的效果呢 旧的全是怨言 这个金融消费者现在已经按捺不住这个情绪了 这个胡锡进老师因为被禁言 如果胡锡进老师没有禁言的话 估计他也已经有怨言了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胡锡进老师的老朋友啊 家头老师 家头老师这回啊 终于有了接班人 家头老师的接班人呢 当然了 这个恐怕是个调侃啊 有网友把这个东宇辉啊 说是家头老师的接班人 你看啊 家头老师啊 应该是昨天发了个微博 他说啊 别伤害东宇辉 冯远珍 宋小宝 他说啊 不落人啊 你骂我就骂了 骂的太多 我也习惯了 狮子多了不咬 被骂了几十年 麻木无感 有时真替那些骂的没有水平的人着急 听说还有钱赚 你挣不着钱 我替你惋惜 就业压力这么大 你好不容易带着一个骂夹头 挣点小钱的机会 你不如好好骂 骂不出话了 等啥呢 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啊 这个家头老师他主要是接受这个俄媒采访 从俄罗斯那边拿钱 卢布 偶尔的也接受这个什么德意志啊 什么媒体 还有什么美国的媒体 总之都是外媒啊 对吧 这外媒 家头老师都说了啊 家头老师自己说 他你看到微博啊 他说的 这些外国人呢 哎 都懂中国的礼节 来的不空手 你想想 对吧 有的送的是真茶叶 有的送的里面谁知道什么东西啊 包装反正是茶叶 反正你要送的是真茶叶 家头老师他就不高兴 这是他自己微博说的啊 好像是联想给家头老师送的真月饼吧 回来就翻脸了 这不是韩城人吗 家头老师把那个啊 那个月饼盒啊 包装挨个挨个打开 傻眼了 居然全是月饼 这是不懂规矩啊 就拿月饼来考验家头老师吗 所以啊 家头老师他有赚钱的路子 所以他显得很大度 哎 他认为大家骂嘛 家头 哎 能赚点小钱 他当然看不上了 对吧 他要赚这个卢布 美金 他说 偶尔 偶尔见骂出一点创意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 不给他点赞 那意思就是 他想给人点赞 但是忍住了 后面来了啊 他说有一条原则 骂我没关系 你不能骂我的粉丝 更不能任由骂声外溢 人类 董雨辉等 这个不太好理解啊 就是 董雨辉是家头老师粉丝吗 不能骂我的粉丝啊 更不能连累董雨辉 他说 他哪儿长得跟我像了 我哪有那么年轻帅气啊 这我年轻的时候 也没人家小董有气质 更没有小董的文化和口才 小董像秦兵马俑 我最多是东北 眼瞼地上的洞头肚 他说他自己是马铃薯吧 说这个 董雨辉是兵马俑 我怎么感觉好像 这是在黑董雨辉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今天网上流传一段呢 这个董雨辉啊 好像在那个什么陕西 什么一个合唱团吧 他又搞诗朗诵 好像是叫什么琵琶行吧 结果有人把他跟那个 前不久啊 家头老师在什么上海 什么什么声乐团 什么演唱会什么呀 还是 他不也搞了个 这个枪劲酒的朗诵吗 我看很多网友评价啊 因为我实在没法看 我受不了 网友评价啊 说啊 我本以为 家头老师啊 他朗诵的枪劲酒 这一本 基本已经底线了 就是不能再差了 恶心人也就到此为止了 他说哪知道 董雨辉还能突破这个底线 言下之意就是 董雨辉 缆诵的比那个 家头老师还要恶心 你说这些人 为什么都跟缆诵干上了呢 正因为有这个 董雨辉啊 他缆诵那个什么琵琶行 所以网友惊喜的发现 原来这不就是个小家头吗 有网友啊 给这个家头老师留言 家头老师把他贴出来了 他是这么说的啊 这个网友说啊 我觉得 董雨辉和家头 展现特征 和说话方式 都好像 给我一种 很不舒服的感觉 你看说的都是大实话啊 确实看着不舒服 感觉这个人很虚 没什么内涵 硬装文人 大家风 确实是 这叫硬装啊 明明很享受 被人捧上天的感觉 却要装出一副 看不得人间极苦 为参生立命的样子 虚荣心极强 高败低彩失利眼 所以一直没什么好感 关键是啊 他说董雨辉 和司马南的粉丝 该高度重合吧 这个不太清楚啊 没有调研过 董雨辉的粉丝不说是 丈母娘为主吗 就是大妈吗 而且 董雨辉的粉丝应该是有购买力的 要不然董雨辉他 他一带货能卖那么多吗 但是你看 这位老师拍个电影 他自己代言 自己拍的 自己宣发 结果票是卖不出去啊 票房惨淡 最后还靠自己啊 倒贴一碗面 包产包两产 来撑产面 这个如果假设啊 是 董雨辉拍的电影 我觉得不至于这么惨 这个吃朗诵这个 如果你水平不行 或者没有办法演绎啊 这个作者啊 当时的那种心情 对吧 你也没办法把它 把用现在人的这个心情啊 去理解 那你就别出来恶心人了 就你自己在自己家里 朗诵也可以啊 出来恶心人 一个是加特老师 一个就是前恒大 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 哎 他们俩人春节期间互掐 咱们应该还有印象吧 美国公布的数据啊 这二位解读出来完全相反 加特老师说啊 美国GDP挤水分 倒能挤出多少吗 他们不得不承认 美国已经陷入了1932年 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救不了了 制造业彻底衰败 金融空转 割不动全球韭菜 实际上美国已经尽全力 去挣扎了 比如输出战争 引爆俄乌冲突 巴以危机 搞乱全世界 加息 吸血欧洲和日本 但依然是杯水车薪 填不满帝国 千疮百孔的无底洞 加特老师这个简直了啊 那美帝已经崩盘了 你知道吧 就是使尽了浑身的招数 都已经无力回天 我就一句话 既然美帝崩盘了 那为啥你儿子和老婆 还在美国呢 你赶紧把他接回来呀 那美帝马上就水深火热了 你就眼看着自己 家人在美帝那儿 吃了山顿没下顿吗 修了干情 人家不给钱 都是应收账款 都是欠着 对吧 既然美国这么恐怖 赶紧把自己的孩子接回来 虎毒不失子 对吧 难道你恨自己的儿子吗 恨自己媳妇吗 这个 以前不一个电视剧吗 说的吗 台词啊 说如果你恨一个人 把他送到什么纽约 如果你爱一个人 把他也送到纽约 是这意思吧 对吧 既然美国这么严重 败败 而且救不了了 把美国的房子赶紧卖掉啊 趁现在还卖得出去 把美金拿回来啊 对吧 不知道家的粉丝 怎么看待家头这种表现啊 就是一面掺空美国 说美国马上完蛋了 崩盘 但是一面兼职啊 把老婆孩子放到美国 完了在美国买房子 据说还一套一套又一套啊 这个任泽平老师呢 他怎么说的啊 他说啊 美国二季度实际GDP年化即环比善修至百分之三 初值百分之二点八 说美国二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 年化即环比小幅下修至百分之二点八 略定预期 你看啊 美国经济和就业一片繁荣 以特斯拉 英伟达等为代表的美国民营经济 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为创新创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 美国经济的强大 表面上源于硅谷和华尔街 本质是源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决定性作用 是以长计以制宜 虚心万事能成 自满时事久空 你看任泽平老师和加德老师两人截然相反 哪种说法更可信呢 我觉得啊 你相比较加德老师的言行不一致 我觉得任泽平老师说的还可信度更高啊 如果美的真的像加德老师说的那样 摔亡了崩盘了 他能把自己孩子放那儿吗 他美国的小房子 他还不出手吗 我们继续看看胡适啊 9月1号啊 这个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启动 2024年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 证监会相关领导指出啊 良好的行业文化是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也是吸引投资者取信投资者让投资者放心交易的重要法宝 在证券基金期货行业中大力弘扬 诚实手信以利取利啊 以义取利啊 稳健审慎 守正创新 依法合规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纠正 拜金主义 遮迷享乐 急功近利 过度投机 炫富等不良风气 引导从业人员珍惜职业生育 恪守职业道德 以诚信专业 连结负责的业业形象 凝聚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 这里面说的啊 纠置拜金主义 奢靡享乐 急功近利 过度投机 炫富 你看看 这要整治金融圈的不振之风啊 这个证监会领导的话 言忧在耳啊 话音未落啊 就有这个金融行业的员工啊 来冲塔 近期啊 说有自称董员外的基金员工 又在网上凡尔赛一把 他在网上社交媒体上说啊 自己2008年研究生毕业 去了华夏基金 起薪9000 后来2019年最高固定薪资8.5万 一个月啊 现在不到5万 就是华夏基金 董员外 自曝月薪 不到5万 这个董员外 当然是他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 网名啊 你看这不就是方尔赛吗 真经会说了 不要炫富 这不就是吃啰啰的炫富吗 这是主动的啊 撞枪口啊 这个胡适啊 一直低迷 对吧 起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专家有专家看法 很多专家看法不一致 但是在我看来啊 我觉得原因之一啊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不敢说是最主要原因的 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应该在原因的排名里面 应该排在这前两三名的 那就是大A的上市公司的质量 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在节目里面 经常说的 造假上市 欺诈上市 业绩造假 然后上市就是为了圈钱 就是为了割韭菜 上市就是为了套现 对吧 上市本来应该是起点 一个企业上市之后 它是获得了新的这个机会 是个起点 但是很多上市公司 把上市当终点 本末导致 导致啊 咱们胡适五千多家 有大量的都是垃圾 僵尸企业 垃圾企业 有人统计啊 说为什么印度股市啊 出现了23年的大牛市 主要原因就是 从2001年 印度啊 有4000多家企业退市 2024年 又退了1000多家 也就是说 它短短的这个4年里面 退了5000家 把那些不合格的 那些垃圾 全部清除市场 诶 这个市场清洗干净了 诶 从那年开始 到现在 一直是走牛市 你看 所以我是建议啊 咱们下定决心 正好趁现在点位低 诶 这个时候 你如果把那些不合格的 上市公司啊 应退进退 加大退市力度 把它全部扫出资本市场 当然这个会 导致很多金融消费者啊 受损失 那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点位 你受的损失 远远比到了5000点 1万点 再回来 你受的损失更大 所以要应退进退 把这些垃圾公司 全部清出去 加速退市 当然了 把这个资本市场 上市公司的质量提高 这个是必要条件 还不是充分条件 你做到这一点呢 那股市 就有了走牛的基础 但是它能不能走牛 还有别的原因 就说啊 这些垃圾公司 能不能全部 应退进退 这个就很难做到 因为它会牵扯到 方方面面的利益 有很多地方政府啊 它为了面子 它要死保那个 上市公司 有的就是地方政府 自己的这个国企啊 就是它钱袋子 你让它退市了 它怎么弄啊 昨天节目咱们介绍了 随便数一下啊 就十几家国企 多年来连续造假 对吧 他们大股东 都是当地的国资委 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 你说这些企业退市 很多地方政府 它会想尽一切办法 阻挠 也就是说这个 善市啊 这企业善市 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和杯葛你怎么弄啊 我在这个新的村长 甘上任 对吧 新官上任三八虎 旧市的时候我就说了 村长的权力 这有那么多 它能卸调什么 它能卸调到 卸调到哪一级啊 对吧 指着换一个人 说能胡适就能怎么样 这是不可能 不仅要让那些 垃圾公司 应退进退 还要啊 加强监督啊 把什么什么 关到笼子里去啊 否则各方势力 八线过海 各显生通 来干预这个胡适 干预资本市场 干预发行 这个村长 他扛不住啊 村长如果是 孙悟空一身本领 干政不阿 你看看 他又能怎么样 因为他面对的都是 天庭啊 或者是神仙界 领导的司机 对吧 就领导的司机 孙悟空都搞不定 能怎么样 要杜绝啊 方方面面 把这个胡适 当提款机 这种行为 这些都做到了啊 这个胡适 才有可能走牛 否则的话 还是稀稀税吧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